又說首批內地大雜蟹今天開賣 不過食環柱又說還沒賣得住 究竟是搞哪一方? 深水埗巴士車禍現場 有巴士見黃燈照衝 見紅燈都衝, 離譜 阿婆都欠, 大力散門 見面就罵吐口水 公屋鄰居有什麼血海深仇 馬上東張西望 歡迎收看東張西望 曹昇魚在月頭贏得職業生涯的22年勝 不過勝出的代價就是雙左眼 大家都非常擔心他 不用擔心 因為Rigs前派在社交平台放了一張照片 給大家看看他的康復過程 你看到初初的時候 他的左眼真的腫得像雞蛋 不過現在慢慢燒腫得七七八八 其實今年三月Rex又傷了右眼 現在又傷了左眼 真的要好好休息一下 所以他說暫時停工大半年 拳腳沒有眼 比賽拳擊時隨時都會受傷 不過想不到去派對 也有機會對眼睛造成很大的傷害 上星期五有個潮流品牌 就在中環這個商場裡的一間店舖開派對 懷疑在場內採用紫外線殺菌燈 導致超過60人卓傷 當中更加有人失明六個小時 出事的場地 這次有過百人參加活動 當中有超過60人的眼睛 臉和手部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刺痛 或者脫皮 而歌手欣詠儀 Judy也是當晚的活動其中一位參加者 其實整個場地 中間有一個藝術品牌 所以所有燈都特別關注中間的藝術品牌 因為差不多是整個場的主角 我大部分時間都在旁邊 可能特別受大影響 或者嚴重一點的受損 大部分時間都會站著或坐在中間的位置 那天晚上在現場逗留了多久 那天晚上逗留了大約兩小時 那天晚上的燈都沒有特別看著燈 那天晚上都是這樣 好像平時去活動 那回到家 自己睡覺的時候 覺得開始有點刺眼 刺痛 那就流眼水 有一刻我閉不了大眼睛 那當然害怕 我閉不了大眼睛 就立刻滴眼水 都是以為好小事 以為自己太累 或者之前會不會眼睛太厲害 這樣就發生這些事 Judy說 去到第二天才知道眼睛這麼不舒服 原來是光管出現了問題所致 第二天才聽到那邊的工作人員 打電話給我公司 都說有可能 因為天光板有很多UV-Light的問題 我聽到的時候都很驚訝 為何牆會有這種燈 我選擇後來沒有去看醫生 因為隔幾天都沒事了 一個派對 為何會無緣無故令大家傷了 我們一般接觸的紫外光 真是這麼危險 據了解 這次意外懷疑是燈光承辦箱 本來應該買足稱黑管的光管 它會發出紫藍色的光線營造氣氛 一般的情況下 不會對眼睛造成太大的影響 但結果買錯了紫外線殺菌燈 我們向專賣光管的電器譜了解過 UV-C紫外線殺菌光管 屬於軟紫外線 輻射量有12幅度 多數只擺在甘魚缸 食物櫃、洗碗櫃 用來殺菌消毒 而一般這些光管上 都會列明對皮膚和眼睛造成傷害 但這次錯誤用在這麼多人聚集的活動上 分分鐘對於眼睛會帶來後遺症 其實紫外光燈就像太陽一樣 我們眼睛的表面那一陣 你可以當作是表皮 就會因為紫外光而灼傷 表皮那裡會有些地方損 所以病人會覺得有痛的感覺 而且看東西會瘋瘋的 因為表面花了 在最嚴重的情況 其實如果光線真的滲透到眼裡的話 可以傷害到黃斑區 特別說黃斑可以倒進去穿洞 這個情況的視力就會很差 而這種情況可能就算醫治的情況 視力都不會回復正常 去過這些派對的人就說眼睛不會即時痛 第二天才痛 醫生解釋就像平時我們曬傷皮膚一樣 會遲一點才會痛 不過今天下午三點 很多人都不怕眼痛 眼睛睛看著自己的手機和電腦 四個字目不轉睛 當然,因為推出了最新的智能手提電話 聽說還炒到一萬多元 我有幾個朋友真的搶到 不過每個人都買到的話 就說這些炒不起來會變成蟹貨 變成蟹貨那一刻他送報給我 但以下這些蟹貨 就更多禮物的手更好 因為有個突發事情 現在這批貨吃完最適合就給電話 給電話過來 就叫我們暫時保存不到賣 一個電話 令到這批這麼沙漫的大集蟹 都要封箱不賣 早前因為中港兩地 未能就檢測以惡應達成公式 令到內地大集蟹遲遲未能公港 昨天終於有首批 來自湖南大通湖的大集蟹來港 一眾蟹商原定今天正式發售 但食安中心今早突然叫停 這批蟹又怎算好呢 我可以保證這樓蟹不開 三天之後絕對死一家問一 因為他們封存的時間 大概要十天到半個月 如果對這些大集蟹來港 十天到半個月不是一個考驗 只是一個扼殺 這次進來的蟹是我們業界裡 是我們共同一起去進入這批蟹的 因為是第一張證 我們希望個個都可以分到幾千 現在這個食環處的舉動 令我們全部停在這裡 這樣的話我們的損失將會是無可估計 我們向食環處查詢過 為確保進口食品安全 一定要通過化驗才可以流入市面 由上戶則質疑政府的做法 那個業樂英的標準 到底適不適合香港 是否應該是6.5匹黑呢 第二就是在說食環處的程序 譬如現在這件事發生 客人進來之後他需要去化驗 我們也歡迎他去化驗 但是首先大家有共同一個前提 就是你一定要相信我們國家發言出來的報告 然後你再去抽檢 再去覆檢 另一邊商 有蟹商就說沒有收過食安中心的電話 而以往政府的做法都是先放行後抽檢 所以批蟹都會繼續拿來賣 包定打算出貨 有些熟客第一時間要吃蟹 老闆提供一張由內地發出的檢測證書 證明符合衛生要求 上面亦有食安中心的蓋印 但檢測項目就不包括二額英 而蟹商代表亦提供了另一份 由內地檢測公司發出的報告 顯示了二額英的含量 雖然食安中心不承認報告 但商戶說這筆檢測費 無論如何都會轉嫁給消費者 今年的價錢 暫時看過去世應該會比去年高20% 因為主要化驗費貴了 因為每次出鞋都有一萬多元的化驗費 大疹蟹說賣又沒得買 市民又會不會很失望呢 沒得吃當然會失望 也不會,還有那麼多食物 不是一定要吃大疹蟹 等衛生署公佈了一些資料 可能會比較安全 大疹蟹雖然已經有內地的批文 但食環署還未完成抽養檢驗 檢驗之後 如果他們發現有二額英 或其他有害物質超標的話 搶先出售 搶先去賣這些商戶 隨時有機會被檢控 大疹蟹好吃就好吃 但膽固醇又高,脂肪又高 真是有愛又癢 怕胖就去做運動 像現在上海那樣 他們流行一些叫共享健身倉 你拿手機APP 放進去24歲才可以做專門 不知道是多方便 科技真的越來越方便 就來不同的節目和劇集 都在越來越多平台可以看到 昨天TVB帶帶平台正式在台灣上線 以後台灣觀眾都可以用手機APP 或者網頁看到TVB的製作 包括直播王金一線劇集 點播經典劇集 以及綜藝節目和娛樂新聞 帶帶來近兩地距離 除了一眾藝員及歌手朋友 飛到台北支持活動 台灣方面也派出了 四位人氣新一代偶像 在晚上舉行了一個音樂會 支持帶帶平台的誕生 好像中寒穩血兒不輸盡 帶馬女神林明禎 超級巨廢李佳美 以及唱作佳禎的周湯豪 林明禎出名可愛 演出期間還學習大明星跳舞 她說自小就看TVB的劇集 所以就算早前拍攝的受傷 也要現身支持 在康復當中 明天結束完之後 明天就會回馬來西亞 有沒有什麼… 比如說現在都不適合 就是腳…這邊受傷 然後骨頭也是有裂 這樣 對 但是今天還要跳舞嗎? 好像… 對,拚了 又拚了嗎? 為了大大平台拚了 李佳美雖然是表演嘉賓 但是看到一群TVB藝員 也不喜歡變成小粉絲 我覺得很開心、很興奮 然後…因為我從小就是 TVB的那個港劇的迷 所以我今天就是可以參與 這個大大平台的正式上線 我覺得很興奮 我真的好喜歡馬國明 對… 因為他今天會來,原本… 原本? 原本 沒有辦法,像我已經看到洪湧城 我已經看到洪湧城 然後就跟同事說 我想跟他拍照 可以嗎? 對 興奮 深水埗巴士車禍現場 有巴士見黃燈照衝 見紅燈都衝,你真是老婆 老婆都欺負 大力關門,見面就麻,吐口水 貢屋鄰居有什麼血海深仇 下一節東張西望 回到第二節的東張西望 今天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就是國際黑貓日 對,2010年已經開始有這一天 因為黑貓的很多文化來說 都算是比較不吉利 所以很多收容所 原來黑貓被領養的機會 是特別低的 我覺得這些見仁見智 我自己也挺喜歡有小貓 但就像這些什麼國際黑貓日 什麼世界意粉日 有沒有更有意義的日子呢? 說得對 所以我覺得年終應該有一天 叫巴士安全日 杀斥之間,鬧市驚辯煉獄 交通工具慘成殺人空氣 9月22日黃昏 一架E21A乘巴 在深塑堡和陰州街十字路口交界 懷疑車速高 加上閃避前車 橙上左邊行人路 鑑成三死三十雙的殘劇 計車禍之後 理應行人和駕駛者 都提高了他們的交通安全意識 但原來這裡還有另一個大危機 是未解決的 大危機就是只有司機沖燈 明明已經黃燈 不僅沒有意欲停車 還踏油沖過去 我們在事發現場的十字路口 發現不少車都會沖黃燈 而且車速一點都沒有減慢 的士和私家車見到鑽黃燈 一沖而過 巴士督不撿輸 這輛九巴衝完 後面的輕型貨車跟著沖 就算是最右線右轉陰州街 這輛九巴也不管燈號已經鑽黃 照樣駛過去 上個月的悲劇 司機大哥難道已經拋豬腦口嗎 話口未完 又有一輛九巴衝黃燈 接著後面那輛 簡直是衝紅燈,簡直離譜 我們觀察了大約60分鐘 都已經有九輛九巴 四輛的士,八輛輕型貨車 十三輛私家車有衝黃燈之染 這樣衝燈,隨時悲劇再現 街坊都齊聲指責 這當然不對,對吧 很危險的 衝紅燈也有嗎 你看現在這樣就衝紅燈 很多時候都會衝的 他停在馬路中心 但這裡已經轉了綠燈,他就這樣去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我們也觀察到有部分巴士 看燈號轉黃 但就未來得及減慢車速 急煞之後 整輛車就停在行人過路線上 煞得停就說,煞不停 容不如像上個月車禍一樣 死傷枕植 經過過幾月之後 其實大部分的傷者 都已經陸續出院了 身體的創傷就可以慢慢康復 但心靈的創傷 究竟要多久才可以傳染呢 對,如果是很幸運,如果我不會幸運 我和我這麼多人,很聊天 住院的時候下不了床的時候 我發夢,睡醒到他全身汗 看自己有沒有事,醒了 事發當時, 黃先生坐在巴士上層 前面第二排 撞車一刻, 黃先生即時昏迷 直到消防員救他的時候 才清醒過來 住院過幾月, 前天終於出院回家 雖然他只是左手指包紮著 不過其實他是滿身傷痕 要亂三十多針, 這裡是十針 牙牌又是七針 數中文維也有五、六十針 何時才能完全康復 是一條漫漫長路 經濟支柱斷裂 他一家三口靠的 就只有承擺一筆三萬元的欣述金 去維持暫時的生活 交租、電費等要先用 看著三萬元來用 車禍之後, 黃先生體重 由原本百三磅 到現在不夠百二磅 足足輕了十幾磅 原因是車禍撞傷了下額 就算移回正位置, 依然影響進食 對, 健康很大 吃不到東西, 吃不到飯 只吃粥水, 這樣 就是流跡的東西 醫生說你多喝點牛奶 吃多點粥, 不可以吃得… 吃得硬的東西, 肉等等不行 菜也不行 一定要攪碎它才可以吃得到 回想起當日做下額手術的情況 就更加苦不堪言 牙齒歪了, 做手術要移回正面 對, 做什麼 牠那時候怎麼幫你做 牠刷了兩個貼片在嘴裡 抹又抹不大 總之你吃東西 自己用匙巾慢慢撈下口 要用吸盤 一次莫莽之災 會不會令牠畢身留下陰影呢 就在這裡轉換位置, 這裡很緊急 我自己的大腦已經刪除了這個恐懼 不會有陰影在這裡 當日沒有坐港鐵, 而選擇坐巴士 黃山只有攤, 是福不是禍 是禍當不過 那個森林真是, 可能坐車尾 當日可能真的沒事 但是會不會也很擔心 以後不敢坐巴士 會有一點, 不會坐車頭 以後會坐車尾 今早有乘客乘搭港鐵 由荃灣到中環 途中, 車廂發明有一名男子懷疑 腰間藏有一把來到 所以這位很小心的乘客立即報警 最終在中環站截停了這位男士 在他身上找到一枝開平器 大家有警覺性是好的 但可能有時會過分敏感 可能大家壓力也很大 你有壓力, 我有壓力的時候 就很容易出事了 最近有人放了一條片上網 見證著阿婆大戰, 哥韋斯拉 片段中, 見到阿婆每天出門拜神 對面屋的位斯拉, 都會有所動靜 挺厲害的 爆滿 倒水在走廊 對阿婆家門口指指點點 一時又指著阿婆來罵 見阿婆回到家都急急 因此雙方令他們太困難 拍的一放在網上 每個人都說是Cline的錯 欺負阿婆沒反擊之力 弄得这么大回响,究竟事实是怎样的呢? 在白露电视片段所见,当中有蛛丝马迹 婆婆每天晨早,很准时的四点多钟就出门口 出门口自然就会拉铁闸 铁闸的声音这么大,难道是因为这样而吵对面屋 弄得对面的妻妻要照板煮碗? 睡觉也不睡,天天等妻妻出门口反击 又霸门又骂人? 出门还是什么?那道门很大声 最早可以多少点? 六点前 那时候你在做什么? 我在睡觉,突然间醒了 太多了 婆婆每天出门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拜神 她的香炉是放在近门口的位置 拜神时会口吵吵几句话 而对面屋见到她拜神 又一于不执书的款式 你拜我又拜 不止在门口拜 走廊还多了个大香炉 难道她想和婆婆一起夹训拜神? 婆婆不肯,所以麻箭一触即发 今天我们去到现场 看到双方家人的香炉都藏起来 地下只剩下纳烛的痕迹 究竟这个是不是源头呢? 那阵气真的受不了 是左边这家人,还是右边这家人? 是右边这家人 她跟白蜜蜜吵架 那些白蜜蜜跟吵架有什么逐数 她们吵架是吵得多严重 一向都放空炉 但是她跟她吵架 一个空炉就不够了 放两个 放两个 你见过最夸张是上了多少支香? 至少那人都不知道 婆婆的家门口 已经安装了个大大个闭路电视 还在门口黏着大大张纸写着 此处已安装CCTV 请勿作出骚扰行为 而对面屋又绑了两棵 貌似鹿有叶的植物在门口 那又是为什么呢? 9月23日,如果没有记错 有几位网友把这段影片传给我 我看完之后 我第一时间也要看看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也要向前世了解一下 据她们前世的同事说 以前是有争论 雙方也有争论 不是说哪一户罵哪一户 雙方也有争论 我们尝试找两家人一起聊 师奶那边就不肯应援 不过就在防盗眼中装装装装 而婆婆便宴了真心 还有没有烧香吗?婆婆 没有了? 没有烧香 无论 无论也好 听闻现在两家人都没怎么吵 总算告一段落 其实大家能够成为论理 都是一种缘分 所谓远亲不如近论 明天就是重阳节 很多人包括我都会去掃墓 你有没有发觉 现在的纸杂品 越来越多款式 例如手提电脑 平板电脑、手提电话 有这个飞机 什么都有 这些太普通了 有些现在更贴心 有些止痛药 咳药水、止痛膏 不过先人会病吗? 怎么也好 我觉得是一片孝心 大家掃墓还掃墓 最近天气比较干燥 所以大家掃墓的时候 小心别烧了山 今晚节目时间够了 下星期再和大家冬张西望 再见 再见 接着